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过半百的老乡长郑庚河 从没离开过石门 这块从小到大生长的土地 许多人退休后 选择在家享清福 他却嫌不下来 我想竹梦是每个人都会想的 小时候那时候我很好玩 如果营养时我早就带你去办公找 我有点想 如果能够封特别多 如果能够封当为我们地方的一个产业 对我们地方的一个经济不如小博 当然是小时候的一个想法 但当我成年之后 也自己想怎么来推动地方一些传统奉针文化 那时候没有当什么官职 到有一年 我当选石门乡第十届乡长 那时候到在石门国小 有一个假日文化市集 当时的那个校长 叫做房春龙先生 他就建议我说 郑乡长石门乡 我问的是 气候地理 对那个环境因素都适合推长风针文化 那时候他一点就通了 有了热情 有了想法 老乡长的风针梦就这样开始起飞 从学生开始 因为老一辈人口会慢慢老化 像我在过几年 七十岁不可能放风针 有可能是力道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从教育开始 前进校园 是老乡长提倡风针运动的第一步 小朋友在学校玩 从玩中培养出对家乡情感的寄托 我们让在地的子弟 他们更了解他们家乡的一些文化 因为我们不是每年都有办国际风针节吗 那他们可能就要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学校会办这些 他们制作风针的一些课程 那他们了解说风针对他们家乡的意义在哪边 那他们以后可能就如果等他们长大了 或许他们可以去想一些创意的风针 或是怎么样让风针跟社区结合 然后带来这边更大的观光的资源 风针文化成型 这股风潮从学校吹入民间 再吹向外地 游客闻风而来 渐渐的石门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这片天空在每年九月举办的国际风针节期间 更加色彩缤纷 以前游客到了北海岸会想到金山 吃吃鸭肉或是到淡水的鱼人码头走走 但是现在风针打开了石门的知名度 民众来到北海岸会顺便来石门走一走 放放风针顺便也带个风针纪念品回家 风针带动了石门观光 产业迎风而生 四年多前在老乡长的推动下 风针推广协会成立 以产业在地化为口号 辅导民间DIY风针商品 吸引年轻人与家乡的感情线 我们有风针公园 每一年都会有各地的风针好手来这边 就是放飞啊 其实我觉得带动石门这边的观光啊 还有文化就是都还不错 这会变成是这个地方的 就是共同的 就是一讲到风针大家就一起 所以 产业不但年轻化更家庭化 老百姓在家就能动手赚钱 我们现在一定要风针 一定要 有时候没空 那有时候有空就 像我们有时候还要煮换 那目前好像我们回复到以前那种年代 他们在家就可以赚钱 何德不为 而且对他们的经济不无小补 所以他们都是蛮高兴的 风针文化的推动 就像我们教育一样 要慢慢揮起 整亿整亚很快 慢慢来 一块一块之后就倒掉了 风针协会有成立 到今年快四年多 那前三年 几乎经济非常大辛苦 因为那时候资本都还没打开 凡事起头难 产业发展没多久 老乡长就意识到 要单靠风针提升石门的人气 势单力薄 于是他开始推广亿业结盟 跟其他旅游 观光以及餐饮业者合作 一点一滴的带动地方的经济 今年终于看见了成效 今年国际风针节的人潮 创下近八年来的新高 每天涌入至少两万人 三十个摊贩平均一天赚进一万块 师们从小渔村蜕变成风针的故乡 老乡长的风针梦功不可没 台湾现在十三组 还有一组就是我不满足 我就要把石面乡 知名度能够再提升 给我们乡亲 大家有一口饭吃 当然是力量很薄弱 但是总之有推动就有机会 没推动就没有机会 所以我还是在我也生日年 我一定会继续来 在地方来推动 整个风针文化产业 老乡长追梦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 他的一只眼睛 也因为太过操劳 几乎要失去了视力 但是手中的风针线 仍细着香情与寄托 带着他的梦想继续向前飞行 中央事记者肖伯扬 张志燕 张新渝 石门报导